2024年8月2日凌晨3点 中国女排对阵法国女排 中国首发阵容 袁新月 朱婷 刁林宇 龚玉祥 王媛媛 李莹莹 王孟杰 法国首发阵容 卡扎特 贾迪诺 鲍尔吉托里科维奇 吉凯尔 席尔维斯 罗塔 第一局开始 中国女排攻势凶猛 一度将比分打到5比0 直接把法国队打得叫暂停 暂停过后 法国队似乎慢慢找到了节奏 从5比0打到9比7 法国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结构 中国女排要稳住 双方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比分来到12比8 中国女排彻底沸腾了 法国队进攻程度丝毫不减 在疯狂追分 15时 16时1 17时2 中国女排在今晚的攻势异常凶猛 法国女排都要招架不住 中国女排连得3分 20时13 王媛媛漂亮的篮网得分 中国女排今晚的状态异常火爆 中国女排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4比18 最终第一局比赛结束 中国女排以25比18的成绩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 中国女排第二局刚开始继续高歌猛进 连续的得分4比0打得法国队再次叫停了比赛 不得不说 今天中国女排的状态真的是太强了 目前法国队还没有得分 中国女排已经将比分打到了5比0 最后 法国队的连续两次换人 又在第二局逐渐找回了一点感觉 比分来到10比5 中国比分是大幅度领先 今天李莹莹和袁新月两人的配合 可以说非常完美 互相打出了几波漂亮的进攻 法国队的失误送分来到了11分 在法国队的失误很多 又是龚翔宇和王媛媛的拦网成功 比分来到15比7 随后 法国队开始疯狂追分 比分一度来到16比10 朱婷在面对法国的两人拦网 细节的从两人之间打开一丝缝隙 获得比分 19 14 随后 中国队又是连续的得分比分 来到22比14 这局感觉又要拿下了 不得不说 今天中国队的拦网状态真的是很好 特别是王媛媛和龚翔宇两人 拦网到第二局为止 已经拿到了5分了 好的 第二局比赛结束 比分是25比16 大比分目前是2比0 中国队领先 第三局开始 中国队势头不减 一度将比分打到4比0 随后 法国队开始反攻 比分来到4比2 中国队继续高歌猛进 5比2 强势回应 还是要扣一下细节 保持自己的进攻节奏和优势 法国队开始反攻 一度将比分打到了8比6 法国队拦到了李盈莹的进攻 直接将比分打到了10比8 随后又是连续的得分 10比9 中国队叫暂停 商讨一下战术 找回状态